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月底樓市辣椒全面切辣後 先由長沙灣Belgrafia Place推出試水溫 恆地表示切辣1個月 集團累計賣出1100多個單位 套現超過70億 另一個發展商梅德鋒 日出康城Seasons Place 也緊接登場 兩輪銷售分別收費超過1萬張 暫時在今年新盤票王 兩個星期賣出538個單位 佔總供應僅83 在切辣後銷售最高的新盤 業界普遍認為切辣是樓市轉捩點 於期未來半年將會由更多新盤 趁勢推出市場 日物業顧問預計樓市仍會處於 旺涼不旺價的局面 而未來一兩個月熱賣氣氛會逐步降溫 整體來說一手成交是慢了 比起之前兩個星期是慢了 我期待著這個星期尾會再慢一點 現在看到似乎是整個市場 開始冷靜下來一點 整年來說成交比去年 都應該升到有兩成或以上的增長 成交量升大樓價仍是受難的 該行維持預測全年樓價下跌一成 而本港樓市幾時見底 曾患平認為 除了息口和經濟環境之外 還有兩大指標可以留意 有很多新盤也賣得非常好 也有很多人走出來買東西 但事實上我們要留意 自從切辣後發展商推出的盤 大部分都是以極優惠價錢出售 市場上職傳的貨 即發展商的一手貨 是很大量的 這些庫存是需要清掉它 你樓價才會開始找到底在哪裡 全年來說 我們現在就 assume 美國減息沒有那麼早發生 即是我們覺得美國減息 都可能要到年底才會出現 你是需要減到差不多200點子 才開始有幫助 至於二手樓市場各行認為 難以與一手樓相提並論 既要面對新樓的競爭 也有不少業主在過去幾年高位入市 部分是借助切辣逃生 所以近期二手市場持續有虧樣成交出現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將軍港日出康城 最近的一手價是14000多的話 那之前日出康城 用高過14000多買的 包括有18000、19000 甚至22000,19000便已經很大件事 代理行中原地產數據指 設立一個月十大指標屋園 一共有330多宗成交 比起上個月同期價90宗 大幅增加2倍7 成交量是34個月的高位 天水圍嘉湖山莊佔了72宗成交 近9年的高位 沙田大一城和微夫新村 分別有50宗買賣 比起設立前一個月增加超過2倍 平均赤價13000多元和10200多元 按月增升最少半成